马上来关心长荣行情员工 集体请假的事件 今天是已经来到了第二天 而我们现在人就在桃园 国际机场的第二航项 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一早 在长荣的报道柜台这边 已经有非常多的旅客 是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等着要出国 现在来办理报道的 但是没想到 就在昨天元旦第一天 2023第一天 是爆发了长荣行情 一共是有151人 来集体请假的 而这个人数是占了当天 原有人力的25%是相当的多 所以也就导致说 整个货品还有这些行李 其实都没有人处理 而且航班也是 整个大delay的状况 而今天甚至传出 还有200人要请假 那么旅客恐怕 在等待这个过程当中 也会相当的久 我们一起来听 稍早访问 好像我以为是9点15分 现在远迟到10点15分是吗 因为我们还好 是下午我们才到新加坡 还有点时间 如果再晚一点 如果是晚上 我们就会比较担心 好 那其实统计到 昨天晚上7点钟左右 一共是有79个航班 来受到影响的 而出入境的时间 是延误了整整两个小时左右 那么交通部长王国财 昨天晚间是紧急 致电给长荣航空的董座 是希望可以赶快 跟这个员工沟通 来赶快增派这个人力 而陶琴公司 今天也是已经有 加派了人力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 有访问到一些员工 他们其实还是说 本来今天一班 大概是会有80人 但是加上这些支援的人力 其实还只是剩下50人 这个人力还是明显的不足 那么也恐怕 也会影响旅客的出入境时间 了